這裏的開箱不看一體規格也不做無聊的保分 只看每一個產品設計的使用者體驗 並且給出自身的心得接遇 哈囉哈囉 我是阿飛 這開始介紹之前阿飛要跟大家講一個前因後果 我原本是在想 行車紀錄器跟電子後照鏡 它兩個其實是有衝突功能的 我在想說要選擇哪一個 那後來因為電子後照鏡的某些原因 沒有辦法達到阿飛的要求 所以阿飛還是選擇了 欸我選擇行車紀錄器來使用 那詳細的原因呢 我會在之後的影片跟大家來說明 那我的個性呢 其實在買一樣東西的時候 我都會其實繼續測試過很多個產品 所以這一次行車紀錄器 阿飛其實也是測了很多隻產品之後 欸我發現這個廠牌的行車紀錄器 朋友之中沒有人使用 欸那我就想說 我乾脆就買來使用看看 順便分享介紹給大家 並且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 欸這顆行車紀錄器 幾乎都是一面倒的好評 那我實際看過它 官方釋出來的畫質 我也覺得欸 好像真的是畫面非常的乾淨 好像有達到阿飛所想要的那一種畫質的要求 沒錯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一台 NEXTBASE的A263W 這台行車紀錄器的價錢 阿飛買在5500塊以內 阿飛會選擇這一台其實原因是 先看到它的前身 A163W 這是A263 今年才剛新出的新機型 那那時候覺得 欸它前一代的那種畫面啊 狀況是還不錯的 想說好 那我就買來試試看嘛 大不了如果真的不符合我的要求的話 我就把它賣掉 二手便宜賣給你們也可以 哈哈哈哈 好啦那來 這台的測試呢 阿飛會分為幾個片段 主要就是一些畫面啊 可能我在手持 車上還有夜間的拍攝的這種畫面乾淨度 以及呢 欸可以給你們展示一下它的EM碼的功能 那 對 對於行車紀錄器的挑選呢 我只能說沒有一個絕對的值 為什麼呢 有些人喜歡的行車紀錄器 它要有GPS的功能 它要有 欸測速的功能 那這一個對於阿飛來說 並不是一個絕對值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說 因為阿飛在車上已經換過安卓機了 那像是神盾啊 Google Map啊 這一些的 我就可以透過安卓機整合在裡面了 我就不需要有這台說 欸我需要它有語音的功能 我需要它有GPS的功能 我需要它有測速的功能 這些我就不太需要了 所以 在這個方面呢 阿飛的要求 最重要的要求就是 在事故發生的當下 當然大家都不想要有事故發生 可是阿飛的要求就是 在事故發生的當下 它有辦法 牢牢的拍到 對方的車牌 以及對方到底幹了什麼蠢事 哈哈哈哈 好 這個是我挑選的最主要的條件 也是我這一次會測試給你們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好啦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你們先看到它本體的部分 欸坦白說啦 這個本體的外觀是還OK 不會像是騎形怪狀的 那它又是自中對齊的 這種支架 所以讓阿飛覺得是一個還不錯的設計 並且啊 它的電源是插在這個底座上面 不是插在機身 所以啊 我這一台要這樣子拔下來 是相當的方便的 我拆卸也是方便的 那記憶卡的部分呢 就是直接塞在這邊 側邊的部分 用按壓式的 就可以讓記憶卡 跳出來 好 那在這邊呢 欸 阿飛就要講一下 可能我對這一種車用產品的要求 太高了 或是呢 我覺得這一些車用產品的廠商 他們對於品質的要求 並沒有達到一個 阿飛認為60分的水準 因為我常講 我的60分可能就是 人家的95或是100分 那 這個我必須要實話實說的跟你們講 因為我已經問過廠商 廠商說這是正常的現象 那我 收到了這一台的狀況 我一定要老老實實跟你們說 來 第一個 你們看到這個LOGO的部分 齁 這個LOGO看細緻一點的人 應該都有看出來了 沒錯 它的LOGO的部分 是有點硬的歪斜了 我覺得這是你廠商的一個新產品 對於LOGO來說 你是硬斜的 可能有些人不在意 但阿飛就是還蠻在意 尤其是有強迫症的朋友 可能阿飛也有一點吧 我會覺得說 你的LOGO怎麼可以硬的歪歪的 好 這個還不是重點 來 重點來了 你們看到這邊 這邊的部分 我不確定我畫面拍不拍得清楚 如果我拍不清楚 我就會用拍照來給你們展示 這個地方有沒有 他在剛出場 我拿到的時候 一打開來 我就看到 這個外殼怎麼都有敲到的痕跡 除了這之外 這邊上面的部分 這個不是阿飛測試之後才留下來的 這個是阿飛剛開的時候就有的狀況 還有前面的部分 前面這邊呢 這裡 也有一條刮痕 而且是非常明顯的 對 對於我來說 這一種 科技產品 你們的那種外觀包裝 應該都是要非常的謹慎的 那會讓我覺得說 欸 這是不是在出場的時候就已經摔到撞到 對於我來說 這是一個酷雄 但廠商給我的解釋是 這是他們的 模具正常脫模出來的痕跡 那 對 因為我沒有第二台可以對比 所以這個東西就見人見智 但阿飛有的情況 我實話實說跟你們講 你們可不可以接受廠商的說法 那這個東西就是 每個人見人見智 我是覺得說 這對我來說 一個新東西 然後讓我看到這個 就是明顯是瑕疵 但廠商跟我說不是瑕疵 沒關係 那 我就放在影片中 來跟你們分享 好啦 那接下來呢 我就會直接帶 這一台行車記錄器的畫面 實地的拍攝給你們看 那我就會在床中講解 給你們分析啦 好我們先來看到這實車拍攝的部分 那這個是已經在車上放了一個下午 那讓他日曬看有沒有過熱熱當的狀況 並且也給你們看一下 他在實車上面抓交的狀況是怎麼樣 好 我們先來看到這一台車子的部分 他在車牌的地方 其實是很明顯的 就可以抓到他的那個車牌號碼的 那在往前走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像這個土基層 的電話 也可以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那這邊必須要講喔 這一台啊 他其實是沒有防手震 因為他畢竟不像是一般的這種相機嘛 那 等一下 接下來在那個手持拍攝的時候 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手持拍攝的部分 畫面可能就會非常的晃 來你們看到這個地方 他的這個電話號碼 好我再讓他跑一下喔 你們可以看到這電話號碼的部分 是非常的清晰的 好那接下來就給你們看定點拍攝 等一下再給你們看那個手持拍攝的狀況 好在定點拍攝這一邊呢 欸我們最主要就是看他 對於這一種路上車牌 他抓這個清晰度 到底能不能分辨 好 OK 好 這一台抓到了這一個畫面 其實是還蠻清楚的有沒有 好 好 好 二九 这个是也可以抓得非常清楚 看一下有没有摩托车经过 有耶 来 它这个也是相当的清楚的 我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完整的车牌PO出来给你们看 因为毕竟这个可能有个资的问题 那给你们看到的就是它清晰的一些部分 好啦那再来呢就是比较晃的画面 是我在手持走进那个人形隧道的时候 它看它补光的状况是怎么样 你们可以看到这画面实在是非常的晃 那主要是看它进隧道的这个会不会过曝 以及它出隧道前它的补光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那你们可以看到啊 一进隧道的时候虽然有过曝的现象 但是呢它是聚集在隧道口那一个点而已 到这边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 快要出隧道的时候 它已经是可以清晰的看到外面的状况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到 出隧道的时候 出隧道之后一瞬间它就是可以 很清晰的就拍到这个 标示牌上面的字 所以它整体的补光上面我是觉得还算不错的 那再来呢 我们就来看到它夜间定点拍摄的画质怎么样 好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夜间定点拍摄的画质 我还是要讲啦 毕竟它不是一个专业的相机嘛 所以它在这一个处理上面 很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噪点的存在 你们在影片当中应该就可以看得到 但以这个拍摄现场是几乎毫无光源的状况下 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表现了 再来勒 我就拍摄那个夜拍车牌的画面 那这个就是我用走路的方式 然后去抓可能经过车辆的车牌 好那接下来呢画面可能会有一些晃动 因为阿肥是手持拍摄的 那我们从镜子画面可以看到这一台垃圾车 它的灯其实有过曝的状况 但是啊它并没有整个画面都炸开来 它还是抑制在它的车体里面的部分 那等一下呢画面中呢会出现一台计程车经过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台计程车在经过的时候 诶 它车牌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现在接着车经过了好 我直接按暂停 来我们可以看到 我用手持拍摄这个摄影机 行车记录器已经是晃动的状况底下 对这一台计程车的车牌来拍摄也是相当的不错的 那继续让它跑 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体它夜间的这一种街道状况 这是在小巷里面喔 它的状况其实也是算很不错的 那右上角的那个路灯过曝的状况 也不会让整个镜头全部都炸掉 哇阿飞之前就有试过就整个镜头全部炸掉的状况 那真的是非常的惨 你们看到这一台白车过来 它那个车灯 对不对 它并没有很过曝的状况 所以这一个夜拍的部分呢 我是觉得相当的满意的 过来阿飞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WiFi的功能 很多行车记录器啊 你要在转档出来的时候 都要把这个记忆卡是不是就很麻烦 虽然说它有快拆的设计啦 不过啊对阿飞来说还是一个 这种很麻烦的方式 这一款呢它就有出了WiFi的功能 那我直接呢按住这边上面哦 按住 好它这边就会WiFi直接开启 WiFi开启之后呢 我就可以打开这个APP 然后呢在WiFi的地方我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A263W 那这个是阿飞已经改好的我的密码 直接这边点进去 这就是那个镜头在拍摄 它是实时的拍摄 那我可以透过手机呢 直接暂停录影 那也可以在手机上面更改 我要录影的这一种 画质啊还有碰撞灵敏度啊 坐标单位啊 甚至你要格式记忆卡 都是可以的 那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记忆卡里面的这一种资料 存取出来啊 那要存取出来要怎么处理 我这左下角的方块点下去 他就会自己再获取文件了 然后这一些呢就是阿飞之前 录下来的档案 他每分钟呢就会结一个档案起来 那你如果说 有说要自己的档案的时候 这个档案是你要的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下载的部分 把它存到APP或存到你手机里面 所以是相当的方便的 好 不得不佩服啊 科技真的是日行月异 并且你们看啊 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遇到碰撞 它就会出现这一个 有没有 这个惊叹号的表情 它就会自动锁挡起来了 那 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个手动锁挡 按下去 它还是会手动锁挡的部分 所以啊 这一种EMR碰撞侦测啊 是一个相当方便的功能 好 最后对于这一台 Nexbase A263W的行车记录器 阿飞给他的评价是算蛮正面的 以5500块的价钱呢 他拍出来画面的质地 我觉得是相当的有水准的 而且性价比对我来说也算是蛮高的 并且啊 它有EMR的功能 我只要这样子敲击到它 它就会直接在萤幕的地方呢 跳出这种惊叹号 那就表示呢 它会自动锁挡 这些功能其实对阿飞来说 就是相当重要的功能了 那其他他没有的功能 是因为阿飞在分析自己的使用状况之后 我认为 这些功能不是我所需要的 所以呢 我在寻找的时候 我单纯最重要的就是寻找 画面非常良好的行车记录器 那当然有些朋友想要功能强大的行车记录器 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地方就是每一个人所需求的不一样 那当然如果说你们想要看另外的类型的行车记录器的开箱 也可以跟阿飞说 那我再去找找我觉得还不错的机种 然后来分享给你们 不过就是这一台的 这种外观的这个 品检方面 阿飞是觉得有一点 么么的啦 对啊 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达到我的要求 外观的部分 那目前来说 我使用到现在是没有出现任何漏掉档案 然后呢 没有锁定到档案 还有热档的问题组件 所以它的功能是符合阿飞的要求 只是外形的品检部分 他们还需要再加强 那对于这一台 Nextbase A263W的行车记录器介绍 就到这边啦 对于这一台行车记录器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的朋友 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来询问阿飞 那对阿飞来说 这台行车记录器可能会暂时的安装在我的车上面 但最后面会不会使用很久 我不能跟你们保证 因为可能看到了更好的产品我就会换掉了 或是有达到我要求的电子后照镜 阿飞也会马上的换掉 因为毕竟阿飞那台车的后照镜视野是非常的差 所以我一直一直很想换的产品就是电子后照镜 那这个阿飞之所以还没换 之后的影片再来跟你们分享啦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 追踪我的IGV 每周一跟每周四晚上六点准时唱片 我是阿飞 我爱你们 See you later Bye Bye MING PAO CANADA